比如說出個題目 既然你會這個 這一個 也會這一個 那我希望你幫我寫一個什麼 VBA的按鈕 然後呢 直接按下去之後 自動幫我產生 那這個部分的話 其實 程式大概就五行程式 兩個FOR迴圈 FORNAS就兩行 FORNAS又兩行 中間的話輸出什麼東西 到指定的儲存格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它的規則大概就是 其實也不用把它想的太困難 這個是輸出的位置 然後它會是吧 一個一個一個的往這個方向前進 然後呢 在一列之後的話 換下一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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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到最後一列 所以你要思考怎麼樣 第一個 FORI跟FOR追 有沒有 那我這邊的話 I指的是列 也就是說呢 你從D幾列 到D幾列 到D幾列 那你要先告訴它 你將來要輸出的 你那個儲存 儲存格的位置 是從D幾列 到D幾列 到D幾列 2到10 所以第一行程式就是 FORI等於2到10 Enter兩下加一個NAS 這兩行就有了 接下來的話呢 FOR追 追的話特別注意 J的話 你不能用FOR 之前有同學寫 FORJ等於B到J 不行 那個FOR回圈後面呢 你不能給它英文 只能給數字 那還好我們藍 你給英文 或者給什麼呢 給數字都可以 所以這裡的話一樣 FORJ等於什麼呢 2到10 OK 第一個 那這樣子就可以決定什麼 你的Sales的相對位置 我們就找出來了 所以 Sales I追 22 就是到這個位置 然後要輸出什麼東西呢 等於 特別注意喔 輸出的位置寫在前面 所以Sales I追 等於什麼呢 等於我要的公式 那這個公式的話是什麼呢 就是由什麼 由誰來決定 其實剛好有I跟追 所以你可以怎麼樣呢 上面有追 我們先放追 可是追是從2開始 怎麼辦呢 把它簡易比較好了 因為我追是從2開始 這一簡易的話不就1嗎 然後串接AND AND什麼呢 一個符號是X 然後呢 再一個AND符號 特別是VBA AND符號前後一定要多空白 跟Excel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要多空白 然後在I怎麼樣 一樣它從2開始 所以把它-1 對不對 然後呢 再 減掉意思是AND 再怎麼樣呢 再串接什麼 串接那個等於的符號對不對 然後最後就是什麼 把這兩個 就是AND 再用AND AND追 有沒有 最後的相乘結 -1 先刮乎起來 再乘上什麼 乘上那個 這個乘 就是米字 因為我用那個滑鼠寫 比較辛苦一點 應該要給我一個繪圖版 OK 好 我應該這樣看得懂 OK 好寫完了 應該我知道我在寫什麼吧 那程式這些東西 寫完之後 因為我們時間有限 所以我就直接 因為前面的步驟大概都知道吧 開發人員 Visual Basic 對不對 然後呢 請你到哪裡呢 到這個地方 module一定要先插入一個什麼 按右鍵一定要插入一個模組 那我就插入一個模組了 再插入一個名稱叫99乘8表的一個什麼呢 程序對不對 那這個程序裡面的話 就寫我剛剛寫的東西 我把這個字稍微放大一點 因為這個字太小了一點 我把它稍微放大到14好了 OK 按確定 好 那各位可以看到 插入一個程序 99乘8表有沒有 any5 for i 這個就是我剛剛講的嘛 等於2到10 for j2到10 有沒有 啊記得喔 前面要加tab 為什麼 因為縮排一下 你看得好像會比較清楚一些些 然後輸出到哪裡呢 輸出到sales idle.j 有沒有 它這個就會怎麼 就是會輸出i2 j2 對 然後呢 把這個先剪掉 乘上這個 最後這個就是我剛剛寫的嘛 對不對 輸出 這樣就跑完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把它執行過 有沒有 就OK了 清楚的話 就把它裡面清空就可以了 好 那你想說 老師那這個程式跑太快了 我想要看到細節 其實有個方法啦 你切過來之後的話 再把它稍微縮小一點點 我建議你可以怎麼樣呢 按F8 如果你可能比較不太清楚說 老師那個回圈跑太快了 我不知道它怎麼跑的 那你可以怎麼樣 按F8 F8之後它會一行一行執行 這兩行什麼事都沒發 所以它是回圈 它是取得什麼 取得初始值就2 有沒有 然後呢 這個地方輸出到Sales的2 2 2的話指的就是B2的儲存格 輸出什麼 輸出這個公式 2-1乘上2-1就1嘛 等於2-1相乘的結果 這個執行你會發現 這一行資金過 有沒有 它就會輸出了 好 NASER NASER的時候的話 你有沒有I還是維持在2 可是J維持什麼 J變成3了 那J變成3的話呢 有沒有應該可以理解這個意思吧 其實它就是一直跳號就對了 那跳號是裡面先跳完再跳外面的 所以J變成3的話 那這個時候的話呢 就變成什麼 2-3 那就是3-1 一樣惡劣 有沒有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變成什麼 相乘的結果 所以輸出 你會發現輸出到哪裡呢 下一個 就是輸出這一個 那也就是它最後 把這個一整列 跑完這邊 再來換下一列 再來換下一列 一直往下 全部就做完了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大概 如果OK了 你大概知道說為什麼之後的話 那你就直接把它執行過 OK 就完成了 好 那清除的話 其實非常簡單 清除的話就把上面這邊怎樣 把它Copy 貼過來 然後呢 這邊改成清除 後面呢 本來是公式對不對 把它加一個什麼 加一個空字串就可以了 就是Sales輸出什麼 輸出沒有東西 然後呢 再加兩個按鈕 這樣就有了 有沒有 清除 OK 那後面這三個是多加的 就是說 就是說 假如說你動作比較快的同學 你覺得說 那我希望 如果是三能夠整除的那一列 我希望把它換個顏色 三能夠整除的 有沒有 三六九 這幾列 清除格式 另外的話呢 對角線 不過這個有點難 有沒有 對角線 好 那怎麼做 不過這個我想 按部就班好了 第一個請各位先完成這兩個 然後呢 如果有時間想想看 其實這個地方 這兩個也不會很困難 這兩個直接叫做邏輯判斷 邏輯判斷什麼 因為我要判斷的是 就是列號 這個列 三六九 那I的值應該是 它是從二 那應該是 就是等於是 I的值怎麼樣 判斷那個I的值就可以了 I的值 如果把它減掉 一能夠被三整除的話 那就把這一整列的顏色 通通都變成黃色 OK 那怎麼做 等一下再來看好了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 所以九九神法表的部分 有兩個按鈕先做 第一個就是 就是那個我剛剛講的 插入一個程序 叫做九九神法表 那寫兩個回圈 for I 跟for J 輸出裡面的公式 再來把它清除